一月消息带您看到 汤姆克鲁斯的芯片不可能的任务5失控国度 22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盛大的全球首映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被数千名热情的粉丝 唯一的是全世界不通 场面十分壮观 随着阿汤哥的到来 现场的气氛更是嗨到爆 在最新一集的不可能的任务中 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特务伊森韩特 和他的团队遭到一个名为神秘国度组织的追杀 对方是与他们同样记忆高车的劲敌 除了杰瑞敏雷娜和文雷姆斯 这三位老搭档 新加盟的英国喜剧明星 塞满佩吉也为本片营奏喜剧起分 非常好玩 我感谢能够进入混合 做一些车选择和战斗 我非常喜欢做我的动作 对不起 很好 作为好莱坞经典系列动作电影 不可能的任务系列 自1996年第一部《面世》以来 拼命赛囊的阿汤哥一步比一步更玩命 在这部新片中 53岁的阿汤哥更是坚持不用替身 亲自上阵 徒手爬在机舱门上 飞上了5000英尺的高空 而且还连拍了八遍 从影片中可以清晰的看到 阿汤哥身上唯一的安全措施 就是一根安全带 阿汤哥也真的是满拼的 本片将于下周正式在全球供应 或许会再次掀起一股特物 1513的热潮 新唐人电视 张力报道